蓝轩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整个事件的这个原委 事实上就是在前两天 前两天我们上一个 同样上一个节目 那这个吴玉胜在我旁边 那他事实上呢 比这个邱玉更早 就看到这两个数字 那这两个说 他当初手上都有一些相关的公文 就像是这两天 大家看得到的公听会的 一些相关的会议记录 那那时候他讲的时候呢 因为他要讲说他求可信度嘛 所以他每一份文件都拿给我看 然后拿给我看呢 那我在广告时间 我就把它拿过来读了 那读了以后 我确实也觉得这个问题确实 手来形容太过后见之名的强烈 但是如果说帮凶 我觉得在那时候 大家的一些态度 可能都相对来说不够积极 确实是造成今天 这个DEHP 这个问题这么的严重 而且呢你要查来源也好 查去处也好 都发现查不到 而且呢他越酷越大 我们完全不晓得 往哪里去瞎子摸像 我觉得确实这两件事情 都有一些关联性 只是关联性有多高 第一个李明亮那件事情的话呢 当初吴玉生委员就有提到 说在2000年的时候 那讲到李明亮呢 他把单方这个的部分 就是过去腹方当中的单方 除了个别的去检验之外 加起来的腹方 还要再检验一次 那后来他就说 那既然腹方当中的单方 已经呢有所检验了 那么的话呢 腹方就不用再检验一次 那这一次呢 所有的这个食物的添加剂当中呢 就是出现在腹方当中 所以如果说当初 没有做个放宽的动作的话呢 很可能有那么一个机制 可以稍稍的掌握到 我觉得只能这个样子讲 因为其实你就算加了腹方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有关于塑化剂 还是不在我们的检测范围之内的话 我其实也没有把握 是不是有那么一个细心的妈妈 会从中间挑出来 但至少说你会有再一次的一个检验 是一个腹方 就是李明亮的部分 那在黄淑英的部分的话 那是2009年 那刚才玉琳已经念过了 有几次的公听会嘛 那确实里面的公听会里面呢 我就看到这个 会议记录上面呢 有两位民进党立委在场 而且两位民进党立委发言 那我要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我认为那样子的讨论呢 是具有关键性的 因为呢 后来环保署 确实没有把这个DHP呢 列为第一类的毒物 那问题是关键是谁呢 是立法委员吗 还是在场的塑胶同业工会的 众多的业者 那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在这里头 其实塑胶同业工会 派出非常多的代表群面发言 他们都反对环保署把这个DHP 从第四类提高到第一类 他们认为会影响到国际的竞争力 他们认为呢 他们这个品管当中的成本会增加 那当中的发言呢 两位立委 我们假设算应该要把关的话 那这两个立委是谁呢 一个就是田秋景 一个就是黄淑英 那我在来之前 我也重新再读过一遍 他们两个人发言 我是觉得黄淑英 现在去解释的时候呢 他似乎也过于去 美化当初的说法 就是说 其实我为了要去质疑 就是第一个 环保署可以不接受业者的施压 可以不接受立法委员的施压 所以环保署本身也有责任 第二个 那么多的立委当中 只有两位立委出席 我觉得其他立委不出席 代表默默关心 我觉得也有责任 那只是说通常来讲 我们跑过立法院会知道说 哪些人会那么积极的去出席 相关的公庆会呢 第一个非常认真 关心相关议题的人 我认为田秋景属于这一类 那黄淑英其实在民间党内 也算是一个认真的立委 那他在里面呢 倾向于不赞成把第四类提升成第一类 那田秋景的发言的话 他里头其实 他也认为应该补充一些数据 但他的意见很清楚 他认为其实环境荷尔蒙的事情 必须要去严加正视 他认为说呢 你不但去讲到说没有关联性 没有关联性 但是你也不能够去证明 他没有办 他不会去危害人体的健康 就是说你如果要说他没有关联性 那也请你提出数据 对对对 所以那田秋景属在那个场上 他听起来是比较倾向于 能够把他提升层级的 就是立法委员实际上的看法 所以黄淑英会那么积极到现场去 那提出一个反对的看法 我就不晓得他的这个具体的立论 他当初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问黄淑英委员 那他的整个谈的内容当中 确实是蛮呼应现场的这个业者的 就是说认为你提出来的这个理由不够啦 然后呢你提出那么多的一些数据 好像都应该再去做研究啦 但是其实环保署的官员在里头 也有讲非常清楚 如果要做研究的话 要花上一元几亿元 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手头上面 已经有些相关资料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提高为第一集呢 就那个场上讨论非常多 那我今天还特别去看了 有关于环保署当天 在2009年7月1号公定会当中 如果说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找到他当初的投影片 那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发现我的印表金没有彩色的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 把它用黑白列了一下 他那天的讨论案就叫做 这个就是DEHP 就是这个零本二甲酸酯的修正案 还有双分A的修正案 相当于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DEHP 把他从第四类提升到第一类 另外一个就是把双分A 把从没有管制放到第四类 后来经过那一讨论之后 结论找了这个 当过了一段时间 自由时报做了一个报导 2009年7月31号 环保署正式公告 公告就只有一个双分A 双分A决定放进第四类 显然的就是在那一场会议当中的讨论 让环保署收了回来 有关于DEHP那部分收了回来 那但是呢 我就觉得环保署收了回来 他自己要检讨 因为他当天在这个 内容上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他觉得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从男性的金虫的生殖危害 包括从孕妇的甲状腺 跟新生胎儿的健康 还从女孩子 他上面写Girls 女孩子的性早熟等等 来谈到了有关于 这个DEHP对于人体的危害 他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美国的资料 这边讲到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提出来 因为美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对于DEHP更加严格了 美国的部分 日本的部分 欧盟的部分 他都举了一些例子 告诉大家说 在世界的潮流上面 针对DEHP资金的事情 大家更加的严格 而且不但是从来源的 而且怎么使用严格 连销毁他的时候 都很严格 都担心他跑到这个 什么河流里头 去会造成危害 所以我们的政府 也做了一些数字 这数字包括在河川里面 他们做了一些比较 然后后来发现 乌溪 台湾的乌溪 当中的河川 它的水的底泥 的浓度 特别高 DEHP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花莲溪 里面的鱼类 它身上的浓度 DEHP 特别的高 所以你说 环保署没有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吗 有 那只是说可能在场立委就说 还不够 你要再严格一点 你要再长期一点 你还要除了鱼之外 底泥之外 你还该去研究 它跟环境之间 比如说河流啦 水啦 什么什么什么更多的 这些东西喔 那这个东西 其实你真的要去 我坦白讲啦 就立法委员如果说 他要阻挡一个法案过关的时候 你可以要他提出 无数的数据跟细节 那如果说你觉得大方向上是OK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讲到这么多的东西 那我看了一下环保署那天 其实提了蛮多的这些类的结果 那他最后给了一个表格 这表格的话呢 也是因为 那个墨水夹的彩色不够的关系喔 我印出来这边就是 第一行就是DEHP 他这个就是化为第一类 就他当初建议这个叫做修正嘛 叫修正表 他就希望呢 把这个从第四类改为第一类 那下面这个呢 DOP DOP 是已经是第一类的 就是你记不记得 在二十多年的这个 賴俊杰的生涯当中 前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都是用DOP 所以我们都吃了DOP 吃了二十几年 后五年就是最近这五年 我们才吃 他对我们比较好 对 好一些些 那冰汗再好一些些 冰汗是给我们吃DINP 毒性再低一点点 好所以呢 这个DOP 之所以当初会改为DEHP 就是因为把它列为了DINP 一类的毒物了 所以这是已经列为的了 那在那一天的会议当中 他们希望把这个DINP 也列为第一类 但是呢 显然那天讨论完了以后 我们又找不到 再多更多的资料了 但是就在7月31号的 相关媒体报导 好 环保署只公布了一项 改变 就是双分A 所以显然呢 他们也驱救了 那这些驱救的是 黄书英的意见 还是业者的意见 那我觉得不知道 要去问 是好所以呢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 这个蓝轩讲的 非常的仔细 这个内容呢 大概观众朋友 应该也有所了解了 可是话说回来 不要说是环保署 那么到后来呢 他们有这个缩回去 那这个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环保署长李明亮 他当时其实呢 就说你不用去验 当然你如果要这个 自愿来验的话呢 我们也会受理 可是呢 他的理由是说 可以让业者来自主的管理 那问题是到后来的情况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业者根本没有什么 自主管理 毒害人 这个现在要去讲2000年 跟2009年的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去追究这些原因 我觉得很好 因为大家了解说 立法委员他不是 随便去参加公听会的 你以为立委那么险吗 发个通知给你啊 拜托一下就去 你没关政治现金 我要去聚会 没有那么容易参加公听会的 那2000年的这个 卫生署长李明亮 还有2009年的 环保署长沈世宏 一个蓝的一个绿的 要出来讲清楚 那立委是谁 我才不管什么 黄淑英什么什么 你统统就出来 你跟业者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把标准放宽 或是帮业者说向 我觉得都要讲 那主持人我 我简单讲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你刚刚讲2000年 跟2009年 我讲一下今年 今年三月啊 这个阳性际症 他发现 有这个状况 4月7号确定检出 那为什么5月23号才会曝光 在一个多月里面 我们又喝了几罐下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数啊 那谁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5月31号才是D-Day 那一个多月的时间 卫生署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出来讲啊 你不要说 我准备参加WHA 不要来这一套 你这一个多月你在干嘛 为什么阳性际症 三月就发现 如果讲的这么多 人命关天啊 什么男生会怎么样 女生会怎么样 儿童会怎么样 讲的这么严重 你政府凭什么拖一个多月 我荣获给你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的这个准备 你拖一个多月 那你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 还是有人试图压下来说 这别啦 没人知道 别再说了 大家都吃这些年了 蜡蜡吃蜡蜡肥 什么原因 你要追究2000年 2009年 我举双手赞成啊 可是这一个多月 卫生署的心路历程 要讲一下 你为什么不立刻公布 如果照你讲的是这么恐怖 我再讲一个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大梅草莓 大胡草莓 这个帮五十兰弄的 你看他检测几样 他检测两样 那大部分的厂商是检测六种 可是今天最新的报道是几样 说八样 谢谢 八样 那怎么办 重新检查 因为有两样你没检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会弄得这么乱 这么烂 今天行政院副院长 陈聪还算一下 我们政府第一时间就处理了 陈聪 你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这个叫第一时间 陈聪 这叫第一时间处理吗 你处理这太离谱了 好 观众朋友我们休息回 今晚告马上回到节目现场